我被一支虎頭蜂被釘到 我就馬上要送到醫院了 除非說我身上沒有帶這個 就是有一次我下山 我要到處下山補一些家裡的用品 回程的時候剛好看到一些清潔隊 他們在半路掃爛葉子 他們把虎頭蜂追到葉子裡面 那剛好我騎摩托車 我騎摩托車剛好他們把我攔下來 就跟他們聊天 大家都認識嘛就聊天 剛好那個虎頭蜂從他們堆的那個草 可能衝上來直接釘到 差點0.1公分就扎到太陽穴 還好他扎的那個地方是 神經是後面 後面的神經總是腫在後面 後來沒有三秒鐘 真的因為我真的 我對蜂類像蜂庸 稍微喝一點他的湯 我馬上就全部就不眠了 從腳開始麻麻麻麻麻到頭以後 再來就是心臟一直跳很快 再來呼吸困難了 很像被掐這樣子沒有辦法 我說我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沒有辦法 呼吸快點快點我要氧氣 他們馬上又把開那個 他們的支護車 然後送到那個那個他們的 什麼交通他們的交通 清潔隊的交通車 就直接中午到診所去 然後去第一家他說他沒有這個醫療這邊 那我們去第二家還好 我去那邊 一般來講 醫生講說一般來講三包 三包那個點滴 就應該都恢復了 他說你應該是過敏性的人 那我打到哪裡你知道嗎 打到第七包 我才完全的恢復 第三包的時候我還是 還給我猜 用氧氣 是打生理食鹽水嗎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麼 可能是打那些血清的關 那個血 一些那個對風類 那我不知道 反正就給醫生啦 你看 七包 如果說我當下 因為我下山 我到都市我幹嘛要帶鹽巴呢 我是要到山上 才會帶學生系帶鹽巴 我的衣服口袋幾乎都每一包都有這個 因為我要穿山上的衣服都有外靠 所以說 有一次 我們這邊也是跟我一樣有過敏性的 我們走 我們在 是我們整的那個對面那個步道有沒有 水峻步道是我們整的 剛開發的時候 光光旅遊學的時候 是我們去給他開 太寬的 那有一個也是被火頭風被咬 他說 他被咬的時候 不管一般的風也好 他說要馬上送到醫院的 他每次都送到醫院 我說 傻瓜 我說不用不用去醫院了 他說一定要去的 我說你等我一下嘛 我就用這種方式給他處理 我說 你先給我十分鐘嘛 你先忍耐一下 他說 因為剛剛不管什麼被咬的 你擦下去會用刺刺 刺痛刺痛這樣子 那我擦下去的時候 我擦 連續擦好幾次 等半小時 一個小時都沒有 連腫都沒腫 真的 還有 我們有一個領隊啊 就是 有 三 還能做到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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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